与不同的内涵 善者的面具 白色 白色象征纯洁 国王的面具 红色 红色代表威严 王妃的面具 绿色 绿色代表柔顺清爽 活服的面具 黄色 黄色代表吉祥 农民老人的面具 白色 眼睛嘴为一孔 代表农民老人的 朴实憨厚 巫女的面具 半黑半白 象征起两面三刀的性格 妖魔的面具 轻面獠牙 以示压抑和恐怖 藏系的化妆造型艺术 由于各剧种和各剧种人物角色的民族和所处区域不同 因此都有各自的特点 形成了一套传统的格式和方法 藏系的服饰 没有设立形透衣相的习惯 但演出服装比较丰富多彩 并且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高原雪域特色 如蓝面具系的细衣就具有藏族的肥腰 长袖 大金 坦臂的特点和艳丽浓重的色彩 注重文样结构组合 洗用瘦皮 金银 珠宝 象牙 宝石等 所谓事物 藏系的传统剧目相传有十三大本 现在经常上演的济文城公主 诺桑法王 朗萨文泵 捉娃桑姆 苏吉尼玛 白马文巴 顿月顿珠 智美更登等八大藏系 藏系历史悠久 具有珍密的表演城市 在藏族人民精神生活中 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 从表演内容到形式 更多保留了原始风貌 所以在戏剧发声学等领域 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同时 藏系的剧本也是藏族文学的一个高峰 它既重音律 又重意境 大量应用格言 谣言和成语 甚至还在情节中 穿插语言故事 保留了藏族古代文学语言的精华 不过近年来 藏系和内地的戏曲剧种一样 在时代的变革中 陷入了与现代艺术和娱乐形式 争夺观众和演出市场的竞争局面 各地藏系发展面临着危机 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濒临流失 急需制定规划 对这一古老的少数民族剧种 加以保护 这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保护 更重要的是继承它 发展它 让更多人真正的喜爱和欣赏葬喜 我们想念他们的相比 我还在议这一世 都长了 没关系 这两世 我的上流失 我们人能做的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在这一世 都长了 至于 这一世 是 我们都站在 我们都站在 到 而在谎中那样的情况下,建议特别的灵营,他们是尽管内,那派女的方法的重点, 都遵循年也有 aer NOW,os one都在什么都不建议的。 因此,一样的灵营,以及我们的灵营,可以逐渐走的一样。 我很想跟一家所长得预留的一个主义。 一家一家,一家备agram一家,一家,一家,一家。 一家,一家,一家,从来到空中间的中间。 一家是一家,一家的人,一家,一家,一家都不管了。 在今天說實際上,一年去過幾十億 十億有兩千 百萬,一年,就在昨天開始 給了一下,請我支持在很多學家中的社會。 另一段時間,我們都一直在討論的生活。 我們只要一百萬的一百萬人去糖一百萬。 您可以做一切的事情, 您可以做一切的事情, 您可以做一切才做一切。 但底线产有数据告发的一种采用来的 当成的采用来练乱的研究 因为在这里的研究是因为 我们会觉得我们有种做好 我们就会有用来的 zaebaoeta 石头 发动 在这的研究 两种化发生 这很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是说我们想要来用一个问题 我从来就想要看这些东西 来说我们有时候你该挽到来了 你敢说你说我先有个什么问题 我叫你还说我今天是指出下一段时间 彼此在兩張秀才的負財他們的負財,我們與其他人的負責。 2009年10月 藏西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 填补了西藏没有非遗项目列入世界非遗名录的历史 标志着民族戏曲历史比较悠久的藏系 将从此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 自治区政府在原掘墓龙藏系般的基础上 组建了西藏自治区藏集团 担负起传承和发展藏系的任务 先后整理演出了一些朗萨文泵 文成公主 诺桑王子等传统戏 同时还创作演出了一些现代题材剧目 在政府的关怀下 全团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在各种活动中屡获大奖 那么藏系发展上就是比较大的 一个飞跃性的发展 也就是说从59年开始 民族改革开始以后 西藏专门成立一个西藏自治区藏集团 那么成立了西藏自治区藏集团以后 通过各种途径是团队班培养人才 还有很多国内很多大闸院秀 陪送人 说编剧 导演 音乐创作人员 还有舞台美术 这样以后就是陪送 送去了很多人 为什么这样去培养呢 因为这个传统藏系它是基本上保持 那种广传系的那种比较原始的这种形式了 那么时代在发展 观众的需求也是在发展 他老是看那种传统形式 他觉得就是不过瘾 有时候甚至年轻人觉得也是看不懂 那么这样以后成立这样一种这个剧团以后 就是我们的要求就主要就是以发展为主 藏系 所以这个里面藏系这个不发展 然后停顿在一个非常古老的这样一种形式上的话 那么这个艺术啊 说不定是有决重的 有失传的 所以根据这个时代的发展 广大观众的要求 戏剧逐渐的要发展 几十年来 在党的光辉和民族政策及民族区域自治下 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 经过西藏各族人民不懈努力 我们广大藏系艺术工作者 坚决拥护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 回顾藏系艺术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坚信这一神奇的民族艺术会发展的更加繁荣 清听藏系 它就像雪域的美景久久让人难以忘怀 相信这一清脆而悠扬的声音 会让更多的人为之迷恋 相信这一圣地传奇 会在更多人的保护继承和发展中 越发灿烂美好 宽装 宽装